嘿,大家好,歡迎你們是Truity Channel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煮的菜式 好,跟著我吧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是 雞蛋,我已經熟了 然後我會準備一些菜 這次我用小桃菜 然後這裡有麥線 或者你們用其他麵也可以 然後有豆腐泡 然後這裡是湯料 這個最重要的 然後有魚片 因為我先不用它 然後有芽菜,芫荽 這裡有個小罐頭的椰汁 要怎樣煮呢 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煮熟了全部的材料 我現在先出水 出出水 然後呢 我們瀝乾水 然後呢 我再煮點水 有些芽菜 先放在豆腐泡 用魚片 因為是因為有很多油 我先放在豆腐泡 我想放在豆腐泡 我想放在豆腐泡 然後呢 可以放在豆腐泡 然後我們可以放在豆腐泡 然後要拌勻 然後我們可以放在豆腐泡 然後再補一些水 然後再補一些水 热熟的芽菜很快 酥菜 然后我们可以预备其他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些汤料 一个汤料可以煮给6-8个人 不过今晚我煮给3个人 我差不多用一半 还有这道椰汁我会加完 因为我香点 试味 都可以很好吃 是否很简单 然后我们可以上碟 汤料热的时候 我把汤料放在面上 然后再倒入热汤 再拔一次 我不喜欢煮了面 因为我不喜欢面 变成蓝白白 刚才的面 我们已经熟熟了 然后我们可以上碟 你们喜欢怎么摆 就怎么摆 就要煮的了 忘记了 我要煮大福泡 和鱼片 放在汤里 不过不要紧 很快 如果你们喜欢加海鲜 我喜欢加菇 那些 那些 真的可以再得到你们 加些什么的了 哇 你看看 拌好看 然后加些芫荽 炸葱头 在面上 放在汤里 放在汤里 我多不是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